現場還可以看到復仇者聯盟的成員 1比1 就是跟電影裡面1比1的雕像 現在呢在記者會的現場大家看到 展員要特別介紹的是這一尊 這一尊 這一尊 這一尊1比1的雕像呢 它是方鐵人的最新造型 馬克43號 馬克43號 這一尊呢1比1的雕像也是全球 不包括月球啦 不知道月球上有沒有 全地球上就只有這一尊 而且這唯一的一尊呢 也是第一次在台灣亮相 復仇者聯盟2的 也會出現 過去都沒有出現過的一個角色 就是鋼鐵人的新造型 馬克43號 它這一尊呢 也會在 入跑活動 Super Hero Run的入跑活動 當中呢跟大家見面 這邊要問一下其實呢 四位球員 大家來到我們會場也看到這些 1比1的雕像 你看都比真是要高半的頭有沒有 好 先 高半的頭 真的是1比1的雕像 問一下 黃浩然好了 如果像是 美國隊長 最喜歡美國隊長 他拿著盾牌 就像是一頓 我本來衝過來的話 你怎麼辦 跟他硬碰硬 跟他硬碰硬 好 有寂寞 跟他硬碰硬要擋住 不過美國隊長的盾牌也是非常有利的啦 那這個 雷神鎖 我要問一下小黃 有聽說他那根雷神鎚 只有他才可以拿得起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想拼一下雷神鎚 可是聽說他那一隻好像蠻重的 蠻重的齁 實際好像蠻重的 是啊 那你看到這個雕像 你的感覺怎麼樣 看胡渣都做得非常的 就是很像啦 就是1比1嘛 我覺得他在電影裡面真的還蠻帥的 蠻帥的 就是全部裡面長相 因為只有他沒有戴面具 沒有戴面具 可以整張帥臉露出來 有 觀察的非常的仔細 結果他沒有戴面具 頭髮還這樣很漂白的 有喔 唉唷 你這一尊要請你好好來評一下 這是第一次亮相的馬克思維三號 鋼鐵人的 看起來是不是特別的不一樣 看起來 特別的 鋼硬 鋼硬 鋼硬是什麼形容詞 他就是鋼鐵人 對啊 然後線條啊 整個就很合身 很合身 然後動力方便 喔 所以你覺得 LAMIGO球衣要再做更合身一點 這樣子 才可以顯示出你的線條 對啊 身材看起來都很好 身材看起來都很好 可是小胖覺得 球衣還要寬一點 對啊 我今天做滿 今年做滿大的 滿大件的 就因為想要秀身材 因為想要大件一點 寬鬆一點 不過鋼鐵人這個 他的真的就是超級合身的 那這邊還有這個愛國者 這個也是1比1的雕縮價會發亮 這些呢 受向復仇者聯盟2的角色 都會在路跑活動當中 在整個的路跑過程當中呢 陪伴大家 那鋼鐵人會飛過去有沒有 陪伴大家一起跑